以茶葉宣製的雞腿排茶香膠質 搭配紅梨及糙米等全股雜糧 提供多樣化口感 同時提升蔬菜及膳食纖維量 兼顧飲食均衡營養 這是國健署洗手台鐵研發的新口味便當 推廣健康飲食 台鐵的每一天的運輸量大概有60萬人次 在這個便當的販售也大概有2萬人次 來買台鐵便當 如果你中午到我們的台北車站 你會發現唯一排隊買便當的地方 就是台鐵便當 所以它是我們兒時的記憶 跟串連現在在交通運輸非常密集的時代中 一個共同大家想要去構制的一個場合 那國民健康署為什麼要想 當然除了要串連這個記憶的概念 跟營養能概念 跟在最多的人地方下我們最好的營養跟健康 所以我們跟台鐵合作 那為什麼呢 你看來來往往走在我們台鐵 或者台北車站的人一百個國人中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大概有三成的女性她是有代謝症候群的 你一眼看去這個十個人中有四個男生是有代謝症候群的 那麼她們都跟肥胖跟三高跟慢性病有關 那這些人如果我們在攝取的過程裡面可以巧推一些東西 讓她拿到的是一個非常營養又健康的便當 我想國民健康署的起心動念就在最多人的地方找到大家最想要吃的東西中 因此我們想要給各位的營養跟健康飲食 這個選擇是減少油 減少這個所謂的鹽 提高你的蔬菜含量跟蛋白質的含量 讓健康成為在你購置餐盒中的一個主要 主打的一個想像 台鐵呢 其實我們過去來講我們都是使用國產的白米 所以我今天看到農糧署要特別表示感謝 我們每天兩萬五千個台鐵便當 就是因為有這個農糧署的這個督道 我們每天都提供旅客一個美味 而且是健康的便當 那這款這個茶香薰雞便當呢 其實最大的特色就是台鐵 過去來講我們是算是在民眾的心目中就是 每天要來個儀式感就是要帶個台鐵便當 搭台鐵 搭高鐵當然也是會帶台鐵便當 那我們這個便當是不管在熱量 還有這一個蔬食 還有纖維還有脂肪 我們都有經過精心的計算 所以將來台鐵的這個市場的區隔呢 我們除了每天的常銷便當 我們也希望能夠跟國民健康署繼續合作 能夠再推出對於國民健康 每天都非常陰陽美味的可口的一個年齡便當 那其實農業部 包括我們農業署的團隊 其實從111年的食農教育法公佈之後 我們也一直在致力於飲食跟我們的環境 跟我們的農業去做一些連結 所以我們今天跟國建署跟台鐵的合作 我們這場記者會其實跟署裡面跟部裡面在推動食農教育的 這樣的精神其實是完全契合的 那我也特別要提 那個台鐵 其實我們常常都會說 它是被火車耽誤的便當店 那我們農業署在轄下輔導了非常多的米也好 或是我們雜糧或蔬菜水果產業 那我也很期待未來有更多的機會 把國內的這麼品質好 那甚至都是有參加履歷的我們的米 我們的雜糧 我們的蔬菜水果 都可以跟台鐵來做合作 那相信藉由這樣子的一個 政府機關跟我們的業界的一個串聯的話 其實可以把很多均衡飲食的概念 跟我們在地地產地下的概念 去傳達給我們的國人 田徑短泡國手楊俊翰也現身 分享自己常保體態的日常飲食技巧 認為這款新口味便當 會是他調配飲食的選擇之一 像我們在佐訓中心做訓練的時候 是會有營養師以及廚師 在餐廳去合作每天的一些餐飲的部分 那當然不外乎就是如果在外面做一地訓練 或是比賽的時候 難免都還是有外食的機會 那我們就要盡量的在不管是餐廳 或者是超市去選擇比較接近原型 或者是說健康的食物 像是剛剛的介紹來說 其實我自己本身其實也是非常 蠻常去購買那個台鐵便當 雖然我做的是高鐵 但是我都會走去台鐵的便當那邊去購買 然後去做達成 當然就是現在推出這款便當前面有提到 就是他在澱粉的使用上面有多了一些五穀雜糧 然後跟一些其他的原型食物 那在我的平常的飲食習慣來說 就會更符合我的需求 這一款便當裡面的食材 皆使用國產的全骨雜糧類 包括白米 糙米 紅梨 還有玉米等 那我們可以看到糙米的話 它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維生素B群 維生素E 那膳食纖維它可以幫助我們腸胃的蠕動 幫助排便順暢 那我們的紅梨呢 它擁有 古類的紅寶石的美育 那另外我們的紅梨 它的蛋白質是白米的兩倍 含有許多人體無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 那包含豐富的膳食纖維 可以維持我們腸道的健康 另外也負含豐富的礦物質 能夠幫助我們生理的調節 那玉米呢 它含有葉黃素 玉米黃素 維生素A 維生素C 維生素C 另外還有鐵跟鈣等營養素 那也可以促進我們新陳代謝 那此款茶香燻基便當呢 就是不僅營養 而且希望可以延續我們台鐵便當的好味道 它的主菜呢 茶香燻基 第一是使用去骨國產的雞腿排 而且特別是搭配了我們北部在地文山的包從茶來進行燻製的 那延續剛才主長講的就是國人散食纖維攝取不足 然後精緻主食攝取過多 因此我們這一款茶香燻基便當呢 跟我們傳統台鐵的排骨便當相比 它的蔬菜含量是增加25% 而纖維更是增加176% 那脂肪是下降32% 茶香燻基便當透過增加蔬菜和顴骨雜糧的攝取 減少油炸與高鈉食材 幫助國人從日常飲食遠離慢性疾病 國建樹也呼籲更多餐飲業者參與推廣行列 提供國人更多營養健康餐食 記者望君 台北不到 好